赵丽颖的甜不同于赵露丝 银宝的五官更加精致 面部轮廓清晰 眼星圆中偏方 五官却小小精致 大大的星月形双眼皮 是她灵气感的来源 满满的胶原蛋白 以及饱满的卧残 看起来十分的又太甜美 说到赵丽颖的颜值 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鼻子 真的是太优越了 山坑起点虽然低 但皮革脚却是标准的约20度 高腾的直皮 弱化了圆脸带来的娇憨感 花千古时期的赵丽颖 面部偏鹰而肥 皮胸大于骨腔 别人的脸蛋 搭带的眼睛十分可爱 照理说这种脸型十分狠老 对比同时期的杨幂和刘诗诗 你们就会发现 永远年轻的只有营宝 诞生了孩子以后 随着面部胶原蛋白的流失 让她在油肥里 开始出现面部略微的凹陷 上眼睛的凹陷 眼皮的松磁 眼尾的下垂 对着很有老态感 这种疲劳感 真的是少女感的杀手 好在及时通过调整 褪去了少女圆润 稚气的脸包 面部线条流畅硬朗 反倒是多了几分 成熟女人的魅力 穿衣风格开挂 整体气质得到 进阶式的飞升 彻底摆脱图气感 属于赵丽颖的时代 在刚刚开始 我们可以持续期待一下 那赵丽颖跟赵露丝 都属于右太铁美的长相 圆圆的脸蛋 可爱锦铃 高铁的鼻子 很好的综合了 他们身上的稚气感 看似矛盾的颜值 却丝毫不违和 所以问题来了 你觉得他俩的谁 才是那一位第一甜妹 怎么说呢 他们看似风格相似 但实际上 五官硬件配置却不太严 现在赵丽颖气质偏温柔精致 那赵露丝 还是给人小女孩的感觉 他刚出道就被惯有 小赵丽颖的头衔 成名之路也一直在 复刻前辈赵丽颖的路 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优秀 两位都是有颜又有实力的 当成造型小花 那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